大飛雲天啊 其實見到一些中國人 其實他們的心理是什麼呢 俄爹俄爹 俄羅斯的事其實關你什麼事呢 你看到他們很興奮 最近有兩件事 第一件事當然就是拉夫羅夫 俄羅斯外長 他去到G20那裡 他心臟病發入院 在美國英國的傳媒 只不過如實報導 沒有加多減少 接著他們說假新聞 他們在那裡造謠 成為了中國的熱話 來到這裡 有六百四十四萬粉絲的新浪大V 即是KOL 這些網紅 叫做孤煙霧蝕 在他的個人微博帳號發文貼文 說烏克蘭軍隊向北約組織 要求六萬幾星的血液 以救助雙兵 北約捐贈的冠裝血液 送達以後 烏克蘭方面抽查時發現 部分血液液檢感染了愛滋病毒 越形肝炎和丙形肝炎這些病毒 這個微博得到整個中國廣泛的傳播和熱議 甚至在俄羅斯發酵 亞洲事實 查核實驗室查證後發現 這個信息來源於俄羅斯一個經常發佈不實信息的電報 那你說 否認歸否認 但是造成了傷害 這些所謂的信息戰 這些就是摧毀了很多人的所謂的信心 但是你說在俄羅斯和烏克蘭戰爭裡面 你沒有辦法分裂到烏克蘭和北約的 很簡單的 事實上北約就是找了烏克蘭做代理人 打這一場代理之戰 他沒有必要去送一些這樣的病毒過去的 這個只要有腦你都能分析到 第二更重要的 他們是需要烏克蘭的士兵去打贏普京 令到整個歐洲安全 如果是這樣的話更加不會 那我說了 發出這樣的事情就是大家心知肚明 當然 不單止是他 好像扎蓮斯基也一樣 當發現到在波蘭的導彈 是一些攔截導彈 是烏克蘭製造的 那結果俄羅斯否認 美國認證 這個很有可能是由烏克蘭發射的 跟著 整個北約就已經說 講來講去就是俄羅斯的錯 為什麼是俄羅斯的錯呢 如果你不發動戰爭 這樣這兩個攔截導彈就會誤射 去到波蘭那裏造成了二人死亡 所以由頭到尾 責任都是在俄羅斯上 你不發射 導彈別人就不會 還擊 也都不會有這些事 這個 就是的了 所以 你看到整個局勢 就是大家鬥講 但是扎連司機恥口否認 結果北約抵不住頸 就說 喂 我們不會追究你責任的 事實是這樣 就是這樣 為什麼不是這樣呢 直接這樣 北約回創扎連司機 就是說 我們不會追究你的 誤射導彈去到波蘭 因為責任都不在這裡 你不用逃避 不用說謊 這些信息宣傳戰 這些全部都是 打仗時候發生的伎倆 不過 這個是 是烏克蘭北約 和俄羅斯的事情 那你 關你中國小粉紅 你這些人 什麼事呢 為什麼你要幫到忙 為什麼你們要參一腳呢 什麼心態 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 追蹤 Share 訂閱科金 看廣告 可以的話加入會員和比賽 代表安天娜 需要大家支持 拜拜